现在台湾的小孩大部分都沉迷于电子科技3C产品 不过接下来的新闻要带您看到 在新竹有一位12岁的小朋友 他跟随名摄影师父亲许朝康 从小在耳濡目染下 从4岁就开始玩相机 12岁就举办摄影展 而且他还是全台湾拍到神话之鸟 黑嘴端凤头晕殴的最年幼的摄影者 这部有着超望远镜头的照相机 可视重达6公斤 小小摄影师组合脚架 架上照相机 所有动作熟练有序 一气呵成 他就是台湾摄影界年纪最小的 野鸟小小摄影师徐玉豪 尊重玩相机的话是6年了 6年都是爸爸教你 对 你觉得好不好 好玩 哪里好 可以拿相机还拿来拍照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我的相机 他也很好奇嘛 那我也怕他给我拿去乱乱的玩坏掉啊 不过慢慢的大概到了4岁的时候 我就给他那个书的相机 哇他拍起来就有模有样了 就带他去拍一些生态啊 昆虫啊 4年级的时候我才真正带他进入拍野鸟 这个部分所以他其实拍野鸟大概两年的时间 展出的作品光线构图成熟 很难想象是出自于一位年仅12岁的小朋友 其中最不容易拍摄的这张神话之鸟 黑嘴端凤头燕钩 过程更是辛苦万分 马祖神话之鸟全世界也不到50只 现在你正在增加中 你那个以前认为是被决 已经决种了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面 躲在帐篷里面 里面有40几度 一整天 跟随父亲历经两年磨练 绰号小屁的徐玉豪 在赏鸟界里早就已经是个小小名人 今天把握机会来看小屁的如山正面目 他太神了 不容易 这个画面不容易抓 少中即逝 可以感觉到 因为我赏过鸟 所以知道这个感觉 好厉害 继续努力 小小摄影师 而且他也是一个生态达人 我觉得很不容易 现在小孩都是3C 低头足 台湾的小孩 如果能够适性的发展 多跟这小孩子发展 我觉得台湾的小孩 是充满了希望 以后就当摄影家就好了 就当导演 小小年纪志气高 或许将来小屁 也会成为台湾之光 新唐人亚太电视 蛇志成梁书金 台湾新竹报导